新年一史,曾硝烟四起的香港迎来些许安宁气息,城市秩序开始恢复,民众也逐渐投入到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中。 然而,风波所遗留下来的伤痕依旧清晰,不少地方被装上铁丝网和塑料围板,东方之珠变成龙中之城。 下午五点半左右,香港理工大学南侧新人天桥上开始热闹起来。 这座天桥连接香港理工大学、香港红堪铁路站和香港海底隧道口的巴士站,是被激进示威者进攻的重灾区。 2019年11月中,天桥被盘踞在理工大学的激进示威者分毁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桥生以整段被铁丝网和塑料围板为击,巴士指示牌被毁,桥上被汽油弹烧至漆黑的痕迹仍随处可见。 通往理工大学的出口被封锁,原本开放的理工大学筑齐铁门和铁栏。 据悉,受修律风波影响,理工大学部分期末考试未能如期举行。 第二学期将延后至2月3日开始上课,较往常延迟约三周。 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大楼附近的新人天桥亦被密密麻麻的铁丝网围起。 这座天桥连接香港政府总部、香港立法会、港铁金钟站以及附近的主要商场,上下班时常常人来人往。 香港陆政署早前强调,围起铁丝网是防止有人向附近道路抛制杂物的无奈之举。 修律风波中,大批黑衣人在此堵塞交通,四处纵火。 部分激进示威者已多次在行人天桥上往下投掷汽油弹、砖头等。 记者看到,立法会、政府总部周围已被筑起的路障保护着。 这两处地方曾是激进示威者的主攻对象,曾在风波中遭到严重破坏。 位于香港沙铁的新城市广场,也难逃变成铁龙的命运。 商场二层及以上所有的玻璃围栏外,接线上薄薄的铁丝网。 部分地方还加盖外申的铁栏,防止友人高空之物。 商场亦增设保安巡逻。 这一新型的装置被不少网友戏称为动物园。 正值晚餐时分,商场内依旧熙熙攘攘,大部分人对这一改变已舒适无睹。 香港的城市伤痕远不止于此。 记者注意到,被激进示威者破坏过的多家中资企业,至今仍未能正常营业。 多处被严重损坏的地铁设施未能正常使用。 被暴力破坏的740组交通灯直至近期才全部修复。 近乎需要重建的钢铁大学站,经过近200位工程人员一个半月夜与继日的维修。 目前仍有部分设备未能正常运行。 记者采访过往市民,都为不愿上进的市民表示,看到自己的家园遭到破坏,感到痛心和无奈。 但新年一时,多数市民称仍对未来抱有信心,希望示威者早日醒悟,停止暴力,政府加强措施,止暴之乱。 希望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早日重现光芒。